水位有一個輪胎高 計程車只能緩緩向前開 午後一場大雨 新北市三重淹大水 人行道四個人拿掃把拼命抵擋 水衝進店內 水有多大一波波打進棋樓 甚至有老鼠 只能躲在機車中柱上 看著水位不斷上升 也是屁屁剉 但棋樓店家更傷腦筋 他在我家 你看 這有髒髒 店家用毛巾堵住水勢 有人淹怕了 直接啟動水閘門 已經先拿上來了嗎 對 差不多半個 三四十分鐘 差不多三四十分鐘 三十分鐘都很大對不對 都很大 你就淹進來了 對 所以到小腿嗎 還是差不多到哪裡 差不多到小腿 這邊的話只要淹 那邊就是整個豹 然後它會有車 然後就淹上來 水退了 無奈動手打掃家園 氣象局下午 對雙北地區發布豪雨特報 新北市三重十五輛 上達七十毫米 多處積水 而台北市也遭殃 汽機車行經軌跡 激起震震水花 台北市市林區 一度水淹到二十公分 汽水一陣陣向波浪 另一頭有汽車想上路 一看見水位遲疑了一下 就怕變成泡水車 還有民眾不想淋濕鞋子 居然冒險抓住圍梨 腳踩磚塊攀爬過水 騎士也只趕騎車上路 現場警方一度進行封路 怕發生危險 中山捷運站 月台門口擺滿水桶 接露水 但並不影響列車運行 午後雨淡炸雙北 也好在在雨停之後迅速退水 記者楊介好王宇竹 台北新北採訪報導